好家伙原来不是我穿越了 而是文艺复兴的风竟吹到了鬼步舞上 这部最近鬼步舞搭配一首河南方言歌曲 不仅空降热搜还成功唤醒一大批人的青春回忆 而视频中的版本正是一位名叫刀匠的网红翻唱 初天可能会满脸问号 但许多过来人表示 甜而不腻的歌声是越听越上头 该曲短短几天播放更是突破二十多亿 我在五点二十睡觉 十三点是四春时期 听到了来了没 不过歌曲原唱其实是音乐人Suljan 正如她说的那样 她确实把河南方言做出了一个让全网循环的旋律 而主打浪漫主题的歌即使老外都跃跃欲试 虽说歌曲版本众多 但其中最能应酷网友的还得是鬼步舞 要知道曾经核实这个五种异军突起 迅速霸占各大社交平台 形成一种全球现场 2017年大伙的Zep都沦为了她专属BGM 其实不管是在以前还是如今 短视频盛行的时代 像这种魔性动感的土害物 时不时就会霸榜乃是席卷全球 就像去年一路火到国外的科莫三 节奏感十足的音乐 搭配土味丝滑的舞蹈 一出现就迅速受到各国网友的追捧 其中不难看出 即使语言不同 听不懂歌词 也丝毫不会影响她的传播 因为只要节奏到位 提供了快乐的情绪价值 还就完了 不过他们也有时效性 更迭速度极快 如今再提起科目三 可能许多人早已没有了当时的机枪 甚至回踩一下 所以现在我已经开始期待 下一个会替代5.20am的神曲了 好了那今天就先到这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